米我希望再 Winter 快 君子 快給我 快 蠢座山都長得滿滿的你還真是聽話的乖孩子 真難看 簡直跟狗一樣 真期待今晚的宴会 我很喜欢皓仁哦 安妮 是就做皓芝吗 快过来 帮忙拔芋头 我叫做皓仁 叫什么都好 快点过来帮忙 这个是什么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 这是芋头啊 看不出来 芋头有这么巨大吗 可能是这种芋头 长得比较特别吧 所以你才没见过 我爷爷是植物学家 他专门在研发各种蔬菜水果 看 这个呢是茄瓜 只有在这里才能种得出来哦 美和 有话等会儿再说 快去煮饭吧 嗯 好 皓仁去叫正人一起过来 他在二楼 嗯 嗯 哥哥 我进来了 太好了 脸色看起来比刚才好多了 那个针子说要开宴会了 用你下去 哦 那个 你还是认不出我吗 你是好人吧 你长大了 哥哥 哥哥 爸爸和妈妈出车祸了 死了吗 这样啊 哥哥 为什么你这六年都不跟我们联络呢 后人 后人快点离开 快回去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还来得及回去 可是 我想待在这儿 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 没关系 你快点离开这里 那个人 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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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煮好了 快点来吃吧 好 后人 尽量不要吃加了药草的菜 咕咕 话说回来 住在这里 是怎么买东西的 总会有办法的 后人 尽量不要吃加了药草的菜 虽然绝对有点奇怪 但我还是很高兴 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吃饭 可是 真正的真 到底在哪 后人 你今年几岁了 我吗 我现在十四岁 这样啊 让我想起了一些 十四岁时的事呢 咦 外面下雨吗 怎么会漏雨呢 抱歉 我身体不太舒服 哥哥 你还好吗 真正 我可以先回房休息吗 不行呢 你 不要留下来跟我们玩扑克牌 不玩也没关系啊 哥哥 你快回去休息 真子小姐 对不起 我也累了 就先去休息了 晚安 哥哥 我扶你去休息 哦 真是可惜了 晚安 初时的工作就麻烦你咯 美 和 没有问题 那个有加了药草的面包 好人可是吃得很高兴呢 真子 你到底想对那孩子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呢 好人 可以麻烦你帮我拿药草吗 长在外面很多 上面开了红花的那种 好 那你等等我 我马上回来 是这个吧 长着红花的药草 这种让人快要窒息感觉的花伤 不过真没想到这里居然能够长出这么多的药草 而且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叶子 这些到底是什么 哥哥又是生了什么病呢 拿去吧 这个我洗好了 哥哥吃了这个就会好了吧 嗯 谢谢 从见到哥哥的第一眼起 我就觉得哥哥跟电影中出现的药物成名者很像 应该 不会发生这种事吧 好人 你觉得 真子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跟我童年近的女孩子啊 不过感觉那孩子好像是这里的老大呢 真子他已经死了 死了 那么那女孩是幽灵了 是的 不可能啦 哥哥你真爱说笑 他如果死了 那 他是怎么死的 跌入湖里死了 十四岁的时候 我来这里以后 每天都会梦到洪水 一久了 你就不怕了 你也要小心一点 哈哈哈哈 臭老哥 别跟我开玩笑啦 我会要去休息了 那女孩是幽灵 碰到湖水 哈哈哈哈 哥哥 都开什么玩笑啊 可是 哥哥没有必要吓我吧 仔细想想 你有很多条件都符合 还是睡觉吧 今天好累 今天好累 这是什么 在做梦吗 不对 好痛苦 为什么 救命 好难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哥哥哥 哥哥 美和 有水 身子 你叫我吗 身子 房间里 有水 水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咦 什么都没有 身体也是干的 你睡呆了吗 赫人 我正要出去散步 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呢 陈子 陈子 你在飞 哦 优雷啊 真的出现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就说过了 冬天屋的事情 真希望就是一场梦 昊仁 你看 好漂亮 那里有好漂亮的鹅 哥哥 别太在意 你哥哥 神正正常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短了 昊仁 要吃早餐吗 不用了 那个哥哥经常吃的药草 那个叶子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在想 那些叶子是不是含有麻药的成分 你已经发现到了吗 我们一开始还把它当成食物主来吃 直到身体变得奇怪以后才注意到 也是在那之后才找到爷爷的食用药草研究日记 现在距离那时候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上面写着这叶子吃了会产生幻觉 让人觉得幸福 长期浮游会有危险 甚至导致死亡 就连那花的香味也一样 那 那么这叶子不就等于麻药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爷爷也不想种这种东西啊 这个是突然一变的新品种 而且 这里的土壤跟水质都很适合种植 药草就自己生长这么茂密了 那 哥哥会怎么样 他已经吃了太多了 我想是没有救了 迟早死 我也一样 怎么这样 你们快去给医生看吧 没有用的 这里跟外面的世界已经隔离了 这是 这是 这是真子的力量 总之 如果可以离开这里的话 我们早就离开了 我不相信 这是不可能的 用力量来操作时空什么的 这怎么可能 那么圣人的幽灵 一点都不可怕 真子 出来 真子 快出来 怎么了吗 哇 那 那个 我想带哥哥去看医生 请帮助我 看医生 为了活下去吗 对啊 这里才不需要那个呢 等一下 难道你愿意看到哥哥就这样死掉吗 你跟哥哥不是情侣吗 可恶 给我等着瞧 我会自己走出去的 我才不怕你呢 除了找医生 还要顺便报警吧 总之先下山再说 一直往前走 应该就行了吧 咦 又回到原本的地方 什么啊 可恶 再走一次 是 不管怎么走 都走不出这座森林 这就是所谓的力量吗 伤脑机 好吧 我放弃 明天再去拜托真子看看好了 今天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天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又开始了 这里是 谷底 还是 神医的感觉 好肚苦 好冷 好悲伤的心情 哈哈哈哈 哇 啊 啊 啊 又是做这种梦 啊 总之 先去找真子吧 这次的梦 也不好受啊 真子 在哪里呢 好 梅河 你看这只小鸟 大概 是被乌鸦攻击的吧 啊 找到了 小鸟 好可怜 它还这么小 原来 它也有温柔的时候啊 真子 我们去摘花吧 把它埋在土里吧 不对吧 不是埋在土里 而是湖里 还要跟着石头一起 你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真子 啊 浩仁 你要埋了这只小鸟吗 我来帮忙吧 总觉得我好像越来越不怕这幽灵了 对啊 那些人 还更可怕 你这混账 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竟敢拒绝他 真子 那个 拜托你让哥哥去看医生 啊 凶失了 好 咱们 我来说 我们来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